我是CINDY IN THE HOUSE 今天是跟林三亿的合作影片 那第一個步驟要來使用他們的雙斜面粉底刷 大範圍的上整點粉底液 那這個刷子呢是他們這次的新品 雙斜面設計可以讓你一邊上粉底液 然後一邊上膏狀修容 兩個步驟呢只要一個刷子即可完成 就相當的方便 而且驚訝的是居然沒有刷痕 這一點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完全不用再用額外的工具去讓刷痕不見 粉底上完呢來上遮瑕 然後用到的是這個528刷 那我就是輕拍眼下 就步驟跟手法 其實就是跟那個黑眼圈遮瑕的手法差不多 眼相定妝的話呢用這個550刷 按壓之後清掃在眼下 那這隻刷子呢算是有軟蓬鬆的那種 所以不容易帶走你眼下的遮瑕 又可以均勻的上完定妝 蜜粉刷502 這個是我之前在接單妝case的時候 工具包裡面的常備菌 就是這個刷子只要用在 不管是Krin的臉上還是我的臉上 就是都讚不絕口 他們的表情不會像我這樣 但是就他們會說真的很鬆軟 我覺得這次所有的刷具裡面 必買的就是這一支 那眼妝第一個步驟 我們用一個土黃色 用531刷大範圍的在眼皮搭底 那因為這個刷面很大而且彈性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上完整個眼皮 下眼影也是先用這個打底 再來用一個深一點的棕色呢 使用510刷上在眼褶內 這個深色呢會稍微超出眼褶的範圍 這個刷子算是比較扁平的那種眼影刷 可是我覺得它的彈性很夠 所以在暈染上面也非常的輕鬆 最後呢再用一個重點色 然後用513刷 加深我們的眼尾漆字跟下眼尾 那這個刷頭我覺得它可以很好的控制 想要加深的範圍 那我會稍微帶到一點眼窩的凹陷處 讓整個眼妝的深邃度更好 下眼影一樣也是用這個刷子 眼頭的話用這個511刷 我覺得這個511刷 它非常的吻合我的眼頭漆字 就是它的那個圓弧形 還有它的整個大小設計 非常適合拿來當眼頭打亮或是臥殘 就是你完全不用擔心會超出範圍啊 還是什麼就突然打一個太亮還是什麼的 它非常的適合拿來做局部的打亮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睫毛跟眼線的 嗯... something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這樣眼妝就完成了 鼻影我們用這個549的暈染打底刷 那這個刷毛呢就是非常的柔軟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用這個上鼻影 會不會很...一下就失手 然後變成白鼻心 它非常的可以把你鼻影的邊界鬆開 因為今天整體妝感是比較偏橘 所以我腮紅也是選一個橘到Bush型的顏色 然後用504刷沾取這個比較淺一點的橘色 橫打在臉部 就是我今天想要做一個有一點小小曬傷 嗯...但曬傷不會是橘色的 反正就是有一點曬傷感啦 的一個腮紅 那淺色大範圍的打完之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再深一點的橘棕色 加強我的蘋果肌 那因為這個刷型就是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控制你腮紅藥的範圍 打亮則是用538刷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火苗型 頭非常大天的這個 來打亮我的臉部 那它其實如果你要用來當眼下地妝也OK 因為它的那個刷型是還蠻適合 唇膏我們先用一個 Tom Ford的唇筆做打底把唇色變淺 最後再用邦里萊雅這個橘粉色壓在唇中央 暈開之後整個就是有點焦糖唇質感的妝容就完成了 那今天耍美的片段也比較短 然後結尾也會比較快 所以就是大家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我每個禮拜都會影片 掰掰